杀人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制造成意外 而这个八倍镜里的男人 马上就会死于一场车祸 此时不远处 一个杀手正拿着二氧化碳自动步枪 瞄准的男人 但他并没有马上开枪 而是在等待机会 就在这时 一辆轿车经过 杀手果断开枪 射出了弹堂里的玻璃 轿车前轮爆胎失控 正好撞死了目标 就算FBI过来调查 也只会认为这是一场普通的交通意外 因为现场根本没有留下弹头 就这样 大山又顺利地完成了一次暗杀 数万马内轻松到手 回到家后 大山接到了一个电话 组织里二把手说他临时有事 要让大山自己去拿佣金 虽然行业规定 杀手不能跟雇主直接见面 但一想到能拿到钱 大山觉得倒也是无所谓 到了晚上 大山临时来到了约定地点 可等待他的并不是赏金 而是一个圈套 多亏大山身手敏捷 躲过了机车男的扫射 机车男打光子弹准备离开 但大山怎能放过他 直接一脚将他蹬了下来 一个大鞭腿当场KO 接着大山将机车男的尸体摆好 伪造成了一起精神小伙 飙车事故 但夜大山又接到一个电话 是前女友的朋友阿珍打来的 他告诉大山 前女友被两个劫匪杀害了 并叫他来参加明天的葬礼 第二天大山来到了前女友的坟前 阿珍告诉他 前女友生前已经怀有身孕 而那个孩子正是大山的 回到家中 大山看到电视上的新闻 报道称 两个劫匪杀害前女友后 第二天就因为吸毒过量导致死亡 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 大山认为这里面绝对有蹊跷 于是委托朋友 连夜拿到了前女友的死亡报告 接着他又来到案发现场 凭借多年的杀手经验 团工还原出了整个案发过程 但这时 大山通过检查报告发现 前女友的血液中 出现了一种治疗恐肺症的精神药物 此时他已经怀有身孕 根本不可能吃这种药 大山突然想到 这种药在杀手界还有一种名字 那就是土真剂 而同行里的黑白无常 更是擅长使用这种药剂 看来前女友的死亡并非意外 于是 大山直接找到了黑白无常 并将资料甩在了地上 面对证据 两人只好承认 并说只是一次普通的任务而已 大山虽然理解 但还是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 他冲上去就跟两人动起了手 大山十分了解黑白无常的招数 没费多大力气 就把两人全部打倒 老黑只好服软 他说自己也是接到上面的命令 他也只是个工具人罢了 无奈的大山只好找到老大 但是老大什么都不肯说 因为业界里有规定 杀手不能知道雇主的任何信息 见大山还要追问 老大悄悄握紧了吧台下面的喷子 俗话说 好憨不吃眼前亏 大山只好带着怒气离开了这里 最后大山来到阿珍家 他想询问 女友在生前得罪过什么人 可阿珍不明白他在胡说什么 并要赶他出去 就在这时 一个壮汉破门而入 他也是大山的同事 但这人杀红了眼就会六亲不认 只要前面有人 就会一顿乱砍 眼看大山有些吃力 阿珍抽出一把菜刀 直接插在了壮汉身上 结果壮汉毫无反应 就在他要动手杀大山时 大山一个后蹬腿 让壮汉倒在了自己斧头上 临死前 壮汉才认出了大山 大山问他为什么要追杀自己 可壮汉却说他并不知道 甚至都不知道大山也在这里 那么看来 壮汉追杀的目标应该是阿珍 这时 阿珍终于说出了实情 原来他的前女友生前 正在调查一家石油公司 并将他们的犯罪证据 拷贝到了优盘里 说完 两人兵分两路 阿珍去大山前女友家拿优盘 而大山则来到一处洗脚城 找到了组织里的二把手 经过一番严刑拷打 二把手终于说出了真相 原来这幕后的雇主 正是石油公司的领导 大山跟阿珍上了一辆公交车 从阿珍的口中得知 前段时间一家石油公司 突然获得了石油开采权 前女友觉得有问题 便展开了调查 他通过跟石油公司的一名员工联系 掌握了石油公司大量犯罪证 就在他们要公施愚动的时候 员工却突然发生意外 而那名员工 正是大山开头暗杀的目标 而另一边 老大也坐不住了 如果大山继续追查下去 整个组织也会跟着遭殃 于是 他派出所有杀手去追杀大山 并让刀妹去保护雇主 与此同时 大山来到了石油公司 他对的经理就是一顿毒打 经理急忙求饶 说这个单子是他老板要求下的 就在这时 黑白无常闯了进来 可怜的经理瞬间被打成筛子 见大山躲藏着不出来 老白扔出了一颗手雷 大山一个飞踢腿 直接把手雷踢了回去 趁着两人被炸懵 大山上去一个扫堂腿 把二人踹倒 老黑端起机箱一顿扫射 结果误杀了老白 老黑自己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最终也被轻松解决掉 大山正要离开 突然被毒师从背面偷袭 多亏大山捂住口鼻 才没有中招 毒师是个用毒高手 但格斗却是个废台 他一脚就被大山踹下了楼 第二天 大山来到一处豪宅 找到了幕后的石油老板 但他面前的刀妹 却是个狠角色 为了公平起见 他把太刀交给老板 自己赤手控权的 跟大山搏斗 没几个回合 就被大山一脚踹进了屋内 见实力悬殊 刀妹接过了太刀 对着大山就是一顿乱侃 好在大山身手敏捷 轻松躲过所有攻击 最后他一个手机 倒在刀妹脸上 躲过太刀 直接收掉了人头 此时 石油老板已经吓得瑟瑟发抖 他想出高价 买自己一条活路 但大山并没有理会 手起刀落 直接解决了他 这下 大山终于为前女友 跟未出世的孩子报了仇 随后大山回到基地 将一个录音机 扔在了桌子上 老大这才得知 二把手为了毒吞佣金 想要设计害死大山 老大看不过这种小人 对着他暴揍了一顿 这时大山拿出一盒创可贴 老大知道上面有毒 但他并没有阻止 他觉得二把手死不足惜 可老板还是有些不甘心 自己辛辛苦苦经营起来的组织 就这么被大山毁掉了 但跟大山共事了这么久 老大还是下不了手 他只能无奈的让大山离开这里 临走前还警告大山 小心石油公司的报复 大山也深知 自己在杀手行业是没法混了 于是转行做起了电影解说 影片到此结束 好了 我是破局 咱们下期再见